这是大家熟悉的凯特王妃 那么三月份他宣布自己离癌 当时气色不好 但到了七月份 他到温布顿网球公开赛 当时大家奇力鼓掌 还好 现在看起来 尽管他预防性的化疗 还在进行当中 但恢复的不错 四十二岁离癌 确实让人相当心惊 但是他不是个案 这也是今天要带大家关注的 因为在全球 进行了四十四国 十四万人的大型研究 有非常惊人的发现 对 因为其实在一篇 就是我们的一个 临床肿瘤的医学期刊里面 他去分析了 四十四个国家的癌症人口 那收集了十四万八千多 已经将近十五万的人 对 然后其实这个样板数 也算是蛮大 然后去看他的一个就医记录 然后根据他的一个生物年龄 还有实际年龄 去把它做一个老化速度的一个分析 结果后来发现一个很重要 就是我们大家也会觉得 很惊吓的一个结果 就是你会发现 1990年出生的人 会比1970年之后出生的人 得到癌症的几率是比较高的 90后年轻人 对我们来讲都是蛮年轻的 现在算起来才34岁以下的是90后的人 然后他们50岁前离化癌症的几率 比较高啊 对 没有错 而且你会发现其实像男生就是前五的癌症是 依序是像大肠癌 肾脏癌 肝癌 色护腺癌跟甲状腺癌 那女生的部分第一名就是乳癌 再来就是大肠癌 子宫内膜癌 肾脏癌跟甲状腺癌 那我们会发现有一个共同点 其实在大肠癌跟肾脏癌的部分 还有甲状腺癌这三个 其实都很高 哪些女生都有的 对 所以其实这个是我们必须要注意 虽然大肠癌我们很常听 可是像肾脏癌或甲状腺癌 其实我们可能有些接触 但是好像不那么普遍 而且你说30几岁人 他怎么可能 他连大肠镜可能都没有去做检查 那怎么会做什么腹部超音波 或者甲状腺等等 所以很容易就这样忽略了 这个太惊人 因为1990年代后出生 90后的人居然50岁前 离癌的几率特别高 男生在三年内 离癌的风险增加6.5% 女生在十年内增加2.4% 江医师你怎么看这个研究 还有肾脏癌 在台湾基本上没有排上 十大致死癌症 这里都排上来 没错 就像刚才讲的 像甲状腺癌 我不知道各位 有没有发现一个现象 台湾医疗的设备的普及化很凶悍 所以你在台北大部分的牙科都会带 牙科的电脑断层 对 他都要你先去拍 然后给你穿一个牵衣这样子 对 可是绝大多数人都忘记 穿牵衣要带甲状腺护套 他们的护士工作人员常常忘记这件事情 方便 可是你要知道甲状腺是一个辐射敏感性器官 所以你大规模的辐射这样子的辐射器材 然后大规模的不经意的使用 其实甲状腺癌就注定会高起来 就像日本一个例子 日本是全世界电脑断层最多的国家 结果导致于他小孩子很多得到癌症 为什么 因为他们小孩子磕了一个头 就要做电脑断层 因为他连诊所都具备电脑断层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医疗设施的滥用之后 你紧接着就看到几年之后 癌症就慢慢的高起来 所以或许这也是他说90后 因为大家想象 10年前我们去看牙科 真的没有照这些 但现在我带孩子去看牙科 他就要你先去拍 先去拍个X光 所以小朋友从小时候 就开始拍了 而且你换个牙医 还要再拍一张 对 真的是这样 讲到说肾脏癌 终于名列榜上 让我们就很惊吓了 为什么 因为肾脏癌这个 你还被认为它是一个老人得到的癌症 所以年轻的时候是完全不用担心这回事的 可是现在不是 为什么会不是 你有没有考虑过一个问题 我们的饮食系画的有多厉害 你不要说什么 在民国五六十年那个年代 90年代 你很少在街上看到烧烤店 对 那现在烧烤 严肃剂这个东西 已经变成上班族 这种年轻人的休闲 正餐都挂在里面 或者宵夜也来一下 那这个饮食的变动其实是非常大的 可是我们所有人都知道 像烧烤本身 它产生的杂欢胺 多腕方向氢 这每一个都是致癌物 那烧烤的烟物里面 大概你可以分析出 大概接近三百多种 所谓的多腕方向氢 这个多腕方向氢 里面三百多种 里面大概有两百多种是致癌物 所以其实我们把生活 这样子的使用的结果 你这些所谓的容易受到毒物影响的器官 像肾脏它负责排毒 取毒器官 对 所以你所有的毒物 肝脏处理完或不处理完的东西 到最后肾脏 每天要去 你要肾脏排泄 但男人排泄太有限了 所以最主要是肾脏的排泄 所以你这个肾脏就很容易受到 这些有毒物质的伤害 所以紧接着 我们坦白讲 台湾所有的癌症都这样 我们走在美国人的 这些西方国家的后面 也就是说 接下来可能肾脏 还真会挤进前十大 慢慢的 你坦白就会看到它的增加 我举个例子 像我有一个病人 四十几岁女生 那他来看的原因是因为 他大概有一年半的时间 反复的血尿 那每一次血尿 他看门诊 大家就看到一个年轻女生 那血尿 就想说 你尿如感染 你可能膀胱炎 那就给抗生素 那也很好 因为给了抗生素 每次血尿都消失 对不对 所以就反复的这样子 重复这个故事再走 直到有一天 看到圣诞科之后 我在想说 你这个血尿 为什么你每次都不痛 那个尿如感染 你就应该要痛 对不对 你要有贫尿 你为什么只是看到血尿 惊吓来看医生 你不是因为痛来看医生 所以我们留一个细胞血检查 回来就是癌细胞 里面都是癌细胞 所以是肾脏癌 对 它是肾脏癌 那更糟糕的是 像这种病人 还是因为他血尿被发现 我们有门诊 常常会看到一些病人 他是坐超音波 发现一个肾脏 鼓起来变吹成一个气球 然后再反向去找才发现 他的肾脏癌堵住了尿入系统 所以导致于他尿排不出来 所以把肾脏吹成一个水泡 那问题是 如果像我刚才那个病人 其实他育肉不错 因为他等于相当早期就被发现了 那进去就把他肿瘤弄掉 他甚至连肾脏都没有摘除了 可是很多病人 如果你发现 他是肿成一个气球的 到最后大概肾脏都要摘掉 所以这个东西也是一个问题 就是说当我们民众对于 或医生对于这个疾病认识不足 没有想过说 他那么年轻要考虑这个问题 对不对 我们以前要想60岁 再来考虑肾脏癌 现在不对 你更早要开始考虑 好 所以这个研究告诉我们 包括了肾脏癌 男生跟女生 年轻化的趋势是很明显的 那第一名就是大肠癌 你自己本身是大肠磁肠癌的医师 看过最年轻的是几岁 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在几年前 大概我遇到一个 在值班的时候遇到一个病人 27岁一个男生 27 对 大概研究所刚毕业 然后在我们高雄的科技园区工作 也是年轻人大部分会发现 癌症大部分都是不舒服 就来我们的急诊就医 电脑断层一扫 看起来说在左下腹痛 左边下腹部的地方 CT电脑断层看到有一颗东西 看起来像发炎 以为是单纯的肠胃炎 所谓大肠的气势炎这样子 我也把它收住一点打打抗生素 但是它的状况也慢慢越来越好 我也想说 其实那时候我也觉得说 看起来应该是一般的气势炎这样子 这个蛮常见的 出院之后我也不忘叮咛他回诊 因为大家老师们都教我们 这些气势炎结束之后 还是要在一个月内 帮他做一个大肠心检查排除 但那时候我觉得只是例行性的检查 没想到检查之后发现 原来是一颗肿瘤 切片证实 原来当初它是那个肿瘤破裂 然后形成一个发炎 那当然大家都是晴天霹雳 我们那个也是南台湾的南珠罕 那他就觉得说 我怎么那么年轻就得了一个肿瘤 也后续接受了手术治疗 还有化学标靶治疗 当初因为那时候看起来 判起来的话就是第四期 他也是跟女朋友 交往多年女朋友说 我们就分开 你不要等我 对 你等我没有未来 就跟他分手 你看他心痛 对 因为他切片当初 这些年轻病患 他的癌症通常都是 一种来势汹汹的一个癌症 不像一般老年人的癌症 年轻人得癌症会非常的凶猛 所以我查那些文献 大概平均余命大概剩一年 太可怕了吧 对 三十几岁或二几岁得剩一年 难怪他都说跟他女朋友说分开 很幸运的是弟弟他后来手术过后 接受一系列的标靶健保治疗之后 五年过后了都没有复发 他的爸妈也很感谢我 然后他的女朋友也很感谢我 其实他女朋友都没有离开他 他只是跟他说就是变成好朋友 然后最近战追踪的时候 我就跟他说五年过了 去把他追回来 复发的机率最低的把他追回来 然后看把他娶回家 OK 好 所以早一点发现用对方法 其实对大家是很有帮助的 好 那么饮食上 比方我们刚刚提到说 如果比方很多人喜欢吃牛排 或吃什么 有没有比较健康的方式 可以让我们吃得到 然后又不会有那么多的风险呢 我们今天请到健康主播陈志颖 所以我健康的原则告诉大家 少吃红肉没有错 但是生活当中如果什么都不行 那就太辛苦了 所以应该是要聪明的 懂得说你吃了之后 到底要怎么样做 不管说在肉的挑选上 或烹调方式上 把那个可能会危害的因子 降到最低 对 没错 其实我在一个场合 听过那个大肠直肠外科的医师 他们在约吃什么 是烧肉 不是吴医师 对 这是一定要做的 没错 那我们今天来分享一下 怎么做它比较安全一点 对 我们这边先把水烧开 然后我放入很大量的盐巴 这个比例大概是 有5%以上到10%之间 所以我们要让水是有点咸味的 原因是因为让它那个渗透压 不要把牛肉的甜味煮掉 了解 所以可以锁住牛肉的甜味 然后我们把火关掉 好 可能是后加盐 然后把火关掉 然后再来就看你的牛排厚度 然后把它放进去 让它泡在水里面泡 把它泡熟 有点像是疏肥的感觉 对 没错 然后它的熟度 就是看你的牛排厚度 大概都在两分钟上下 然后我们大概泡到 六七分熟的状态 我们等一下还需要再煎一下 好 所以你看这样就不用这样 锅子很热然后下去 啪这样 好 那牛肉方面怎么选 因为牛肉的油花 确实是一个蛮大的问题 然后也跟所谓的致癌 大家会比较担心一点 其实油花在凯云来看是致癌 但我们厨师来看是 油花是越油花越多越好吃 对 那我们大概会分牛肉的品种 比如说像日本和牛 澳洲和牛 这种和牛等级的 它就是油花很高 然后再来就是像美国牛 我觉得它大概介于中间 那纽西兰的草寺牛 澳洲的草寺牛 它大概是最没有油花的 对 品种大概是这样 所以可以选澳洲 或者还希望多一点油花 你会建议说选美国 对 美国的大概就是介于中间 但还有分 譬如说像热眼 对 热眼的部位 就是油花更重一点点 那我们今天选择的是牛小排 它大概我认为它介于中间 那如果你要想要再瘦一点点 大概就是菲力 然后或者是板件 这个就是油花更少 但油花少 它的口感就会变成比较 比较柴一点点 对 这边我们准备了一些蔬菜 来搭配我们的牛排 那你有看到牛排 它颜色其实从 刚刚的那种肉的颜色 深的颜色 然后变成粉红色 对 那这边我们一样蔬菜稍微炒一下 好 所以牛排除了做法跟挑部位之外 当然搭配大量的蔬菜是必要的 以女生来讲 其实女生这几年早发性的乳癌 真的还蛮多的 其实你刚刚教大家看气色看手指 你说女生的人中很重要 怎么看 人中基本上在中间看 本来是一个急救穴 但是也是一个同时是一个复刻的反应穴 那一般来讲如果荷尔蒙开始在减少的同时 其实人中就开始不是立体的状态了 那表示女荷尔蒙在减少的 当然我们可以事前保养 事前保养的时候 我们大概就是以按摩来按摩人中 那急救的时候 他也是用弯曲手指去顶它 顶在那个牙齦的上端 那如果是复刻的按摩 大概我们是用指腹去按这个 可是人中是一条 就是要慢慢把它按下来 对 正中央 对 按的时候很重要 是一定要有酸麻胀 酸麻胀 如果你按了只是像按摩一下 就没有感觉那是没有意义的 OK 穷月按起来觉得怎么样 有麻麻的 要用力一点 有 结实这样就有了 千万也要剪指甲 千万别用指尖 因为我路上也都说用指尖 这样会把这个皮肤弄伤 反而是不好的 所以以女生来讲 希望身体比较健康 妇科的问题比较少 原来我们可以按摩人中 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方法 好 那现在肉 你看泡的颜色 已经差不多了 这个就你们厨师来讲是几分熟 这个大概是五分熟左右 五分熟 对 然后你摸它那个软嫩度还在 对 那这边蔬菜 其实我们大概炒到半熟 然后同一个锅子 我们就可以来煎这个牛肉了 对 然后这个 因为你这样煎的时间会少很多 所以目的只是要让它脸上色 对 还是要有一点点那种微微的香气 如果你直接水煮 那就变成是那种蒜牛肉了 对 然后你锅子的热度 其实你只要保持 不要让锅子的热度完全掉了 我的意思是说 你如果锅子完全那个温度掉下来 那个牛肉的汤汁它就会跑出来 那就变成水煮牛了 是 所以这边要有一点温度在转 把它的甜味 你看一下子而已 我们一下下的时间 然后那个牛肉的颜色就上来了 OK 而且已经闻到香气 没错 这个关火了 好 所以健康吃牛排 在家里自己做 这是好方法 包括牛的品种的选择 像今天用的 对 就是牛小排 然后呢 再来就是 美国牛或者是澳洲牛是比较好的 那不要用高温来煎 就比较健康咯 推荐这道 盐水煮牛排 水煮过后的牛排 煎的时间变少 但香气不会减少 软嫩多汁 均衡营养健康吃哦 广告之后来看 那么要让我们的身体健康 当然把坏的东西 给排出非常重要 有哪些好方法呢 包括最近 哎呦 网络上 所谓的炸马桶特条 到底有没有效果 或有哪些要注意的 马上回来 大家好 我是健康主播郑凯云 喜欢我们的影片呢 欢迎帮我们订阅 按赞分享 还有开启小铃铛 另外很重要哦 在底下有个超级感谢 可以按下去 表达对我们的支持